接著來看的是一位芳草人物 現年56歲的三星鄉民楊玉慧 長期擔任社區環保志工 關懷弱勢 積極投入地方的公益 也獲得三星鄉公所推薦 融獲105年芳草人物 香港黃錫雍以及代表會主席陳文新 特別頒發匾額公開表揚 肯定楊女士長期對地方的付出 台灣省政府每年舉辦基層芳草人物表揚 人選由鄉鎮市公所推薦後再來審核 而長期擔任社區環保志工的大隱村民楊玉慧 因為積極投入地方公益 獲得三星鄉公所推薦 融獲105年台灣省政府基層芳草人物 而鄉長黃錫雍跟代表會主席陳文新 特別頒發匾額公開表揚 肯定他對地方的付出 在地方大家剛才都有一個很親切的情侯 叫做阿飛 他是一個很開朗 很熱情 他剛才到處 這樣的志工 大家秀行 都去做義工 他的頭和很多 但是都是義工這個 基本就是我們三星鄉的 這個環保志工隊的中隊長 台印的志工隊的隊長 和我們社區的促進會的班長 和宗教跟我們教練宮 頂頂頂頂頂頂 他是我們前 副主席的太太 他對到地方的付出 我相信說 在地方上 大家都非常了解 他的熱心 他的打招 這邊 可以 向政府來表揚 對到三星未來 熱心的人數 是一個鼓勵的現象 現年五十六歲的楊玉慧 長期擔任社區環保志工 秉持為善最樂的精神 不僅關懷弱勢 也積極參與地區活動跟環保工作 還獲得宜蘭縣一百年度基因環保志工 在社區環保跟教育方面貢獻良多 我自己本身是比較多薄 這樣 算是每一項事情 也比較接觸 我們的 會這樣 剛才身邊人路的事情 我們會這樣 正主動會去到 可能是我們鄉長這樣 有看到 有 所以才會幫我提報 不然是覺得 應該是有 比較多人 比我還比較優秀 請問在我們社區 做一些保健志工 環保志工 如果是廟有的 是我們一些 有啊 所有的 我們台銀社區的社團有二十幾個 大陸社團 我們怎麼有參與 還是我們學校的 愛心志工什麼的 做 做這麼久的 像我們環保的 做差不多有二十年了 小孩比較大後 有時間 就出來付出這樣 楊玉慧在鄉裡默默奉獻 長期行善 而三一鄉公所希望透過公開表揚 讓更多人可以效仿 成為台灣正面 的力量 伊蘭新聞記者 劉耀珍採訪報導